我們來討論一個常見的方程式 就是n乘以n-1等k 那這種方程式的話 很常見,比如說像這種 C NH2 那這個就會有什麼呢 就會有這個是 N乘以n-1 比如說 他問說 這個如果是等120的話 那n等於多少 那等於是你要解這個方程式 要解什麼方程式呢 就是 n乘以n-1 等於240 解這種方程式 那通常我們會一看的話 這是二元一次方程式 然後的話就會帶公式解 或是配方這樣子 但是呢 這樣的話看起來會比較慢 那我們可以利用它什麼特性呢 利用n它是整數的特性 利用n是整數的特性 什麼特性呢 就是說我現在兩邊可以給它開 開平方 也就是根號 n-1 這是正整數的 因為你開平方的話 這一定要正的 這個的話呢 是等於根號240 那這個數它有什麼特性呢 這個數 根號 根號n乘以n-1 這它會小於 這個n 大於多少呢 n-1 也就是說 這個數呢 是介於這兩個整數之間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說 這個是n嘛 這是n-1 然後呢 根號 n乘以n-1 也是在裡面 好那我現在的話呢 給它開框的話 這個很容易開啊 我們看 這個 15的平方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 225 那225的話 那你給它加個15以後 就240 我再給它加個15 我就說 給它加個15 加個15 那這樣的話240 所以這個是等於15 乘以16 或者是你用呢 開根號的方法 用開根號的方法 我開根號的方法 240 那開根號的方法 開根號的方法 然後用1嘛 1 140 那這乘以20 那這20幾呢 2714嘛 所以應該是6 26 我再加6 26 61636 第3 612 12外15 就超過了 所以這是15點多 所以這個是等於15點多 那15點多的話 那我們知道說 那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等於 根號240 根號240 這個是等於 15點多 那15點多的話 介於什麼呢 介於這個 15 跟16之間嘛 所以我就曉得 n 它是等於16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n等於16 那我們算算看吧 n如果等於16 就16 乘以15 這個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 就240 那這樣我們很容易就把它解出來了 你就不用解一個 那個2也1次方等式 或者說如果要解那個不等式 比如說 解這個不等式 解這個c n 取2 比如說它是 大100好了 解這個不等式 那解這個不等式的話 那就是2分之n 乘以n-1嘛 大於這個100 那這樣子的話 n乘以n-1 大於200 那我就兩邊給它開根號 開根號的話 是根號 n乘以n-1 就大於多少呢 根號200 那這10根號2 那這1.414 所以這約0 這約0 這約0是14.14 那這個的話 在介於什麼呢 這一個 這個是 這是n嘛 這是n-1嘛 那這是根號多少呢 n乘以n-1 1嘛 那這個值它大於多少呢 大於這個是 跟號100 10跟號多少呢 10跟號2 10跟號2 那這是14呢 點多嘛 那14點多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n的話 它大於14點多嘛 所以它大於等於15 也就是說 我就得到 n的話 它是大於14點多嘛 所以n的話 它就大於等於15 那這樣的話呢 不等4 我這個不等4 很容易就解出來 其中這個n的話 它是 正整數 除了